好 今天呢 我又一趟小旅行 早上一早 今天五點半就起床了 然後到高鐵站 搭了車 直接到左營 為什麼到左營呢 因為我有一個好朋友 他找我說我們一起到身上來拍一些生物 那我們走著走著 就聞到一個濃烈的味道 當然前面這一段都是杜鑽的 重要是他昨天已經告訴我 我們今天要拍什麼東西 那來到這裡 遠遠一看 他就說在那邊 我跟你講 這個植物啊 我想了好幾年 每年我都想拍 可是每年都沒有機會來拍 今年我的好朋友約了我 我們就來到這邊 有沒有看到旁邊有一根東西 等等等等 有沒有看到一根 這不是拐杖哦 這個東西叫做 魔玉 有沒有 我的好朋友 鍾老師也在這邊 今天呢 我們要看的這個植物叫做 什麼 台灣魔玉 台灣魔玉 蜜毛魔玉 為什麼叫蜜毛魔玉呢 因為它這上面長得滿滿的毛 這毛摸起來還滿有質感的 哇 我的天啊 我跟大家講 每次我到雨林後 我都會跟大家分享這個聞大王花的感覺 可是大王的話 我沒聞到什麼濕臭味 但是今天在蜜毛魔玉上面聞到 非常非常濃郁的那種什麼 蜥鳥氣阿鼻 沒有不對 蜥鳥氣阿鼻 我們這個邊錄影要邊教大家台語 死老鼠的味道 叫做蜥鳥氣阿鼻 再聞一次 看我的臉 我的早餐 差點噴出來 非常噁心 那這個味道會吸引來什麼樣的蜜梅 最重要的就是雙刺目的 我們比如說露營啦 蜜營這一掛 我們剛才確實看了很多 而且剛才錄影的時候 可能就聽到那種嗡嗡的聲音 那都是餐飲來這邊做瘦粉 那下面呢 這邊是紫 這個是脂肪 有沒有看到 蜜咖 啊 這有點逆光啦 不管 反正這一根東西呢 非常厲害 它從這種很乾旱的地方 聽說前幾天下了一場春雨 所以它就冒出頭來 那跟大家來介紹 有機會 看到這樣一根的東西 不要把它折斷喔 它叫做 磨玉 那這一種叫做 蜜毛磨玉 阿對 鍾老師來行咧 各位等一下掰掰 這就結束了 是